拉球就不能同侧拉了 射拳的搬出来 勾手的搬出来 你们所说的同侧 哎 不对 这边是同侧 大家记住啊 拉球 拉球 就是你们所说的同侧的另一边 能明白吗 就是什么 对侧 对侧 对侧也行 我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同侧 刚才这次我也是听网友在说的 什么叫做同侧接发球 同侧就是你看 我现在站在你对面 咱俩在打比赛的话 我这么发过去的球 咔我现在过来了 我是你 对吧 我接触的球是右边吧 对不对 是不是右边 你要接触球是什么 我是这么发过来的吧 这么发过来的 对吧 你也是接这边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同侧嘛 但是拉长球 对方发的长球 你去拉的情况下 要接对方的反侧 能明白吗 同侧的另一边 你看什么叫同侧 你发个侧拳 你发个侧拳 侧拳 怎么 别逗我 我说发侧拳 够不受我 你看 你们所说的同侧 它这么发过来的 那我是不是要这么去拉才叫同侧 对不对 是不是 这个在拉球里是完全错误的 要拉反方向 要拉这一边 你看我给你们来个同侧的 这是同侧 这是错误的 你非常容易持旋转 我事先给大家讲过一次 这么拉是错误的 你但凡力量一大点 那球直接就飞出去了 拉反方向 同侧的另一边 来 这么去拉 这么去拉 我这是给你做的夸张点 你比赛不用说拉得这么明显 就是在你正常拉球的基础上 稍微走一点这一侧的感觉就行 手腕转一点 走点这侧的感觉 往这边发点 往这边发点 发长点 发长点 走反方向 拉球要走反方向 千万别记错了 你看 你看这就是什么 你们所说的同侧 非常容易弧线压不住 直接飞出去 我现在告诉你这是为什么 它这么发过来了 对吧 这球怎么转 怎么转 搬打 怎么转 你看 这么过来的吧 这球是不是这么转 这怎么是怎么 还这么还有红爪蚀球 这么转吧 对不对 没毛病吗 那你们所说的对侧 它同侧 你是这么拉的 它这么发的 你们这么拉的 你看它俩的旋转 是不是瞬间 你在 这个旋转已经是很强 我这是慢动作 给大家做这个旋转 如果它旋转正常的话 是 你看 这旋转是很强的 你根本就看不见 它的球盘的 对吧 瞬间你这边来一加摩擦 同侧 它啪这么转 你这么拉 它是不是旋转 瞬间接触到胶皮以后 胶皮瞬间就刺 就出去了 因为两个旋转对冲了 你的胶皮承受不住了 它的旋转 已经超出了胶皮 所承受的范围了 所以说 你这么一拉 它球的弧线 是直着往前飞的 它不是 能让你控制下来的 它是直接往前飞 非常容易吃旋转 造成出界和下往 直的 因为它弧线是直的 你控制不住了 我就跟 好比就是 转这个球 比如我手上有一个篮球 扎扎扎 你顺着这个旋转 你怎么使劲 它只会球速越来越快 它不会说 这个球突然不转了 但是你反向来一下 你试试 它球是不是 瞬间它就不转了 它就停下来了 就飘飘忽忽 可能就掉地下了 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这个就跟拉球是一样的 你们所说的同侧拉 就跟我转转球以后 这么来了一下 你们所说的同侧接球 就是这个原理 它会瞬间球停住了 导致球没有弧线 在你的胶壁上直接飞出去 没有弧线了 那你就不是出界 就是下网了 能听懂吗 所以说 我们怎么接呢 我们就像转球一样 我们顺着这个旋转来 我们可以一直掌控它 一直想加旋转 加旋转 拉球也一样 那对方发过来的侧拳 是往这边转的 那我稍微走一点点 向前拉的基本上 稍微走一点这个弧线 我就不会旋转 跟胶皮色对冲了 你就完全可以控制 我起高点弧线 我压低点 你出手 这一下 你就可以控制这个旋转 控制这个弧线 但是同侧拉 你这个球 你是控制不了的 反正我是控制不了 我是控制不了 反拉也是这个原理 反拉也是这个原理 你把这个 跟你讲的这个原理 加旋转这个原理 你绝明白了 反拉它也是这个原理 就右手拉过来的球 我们勾着拉是没有问题的 这谁啊 小牛啊 学一学啊 正手不太好啊你 一拉 我们这么 哎呦 这么卷过去拉是没问题 那如果是左手拉过来的球 我这么卷 能卷过去吗 是不是胶皮就蹭了 那左手拉过来的球 我这么撇着拉 是不是就可以拉了 我就不会吃旋转了 我觉得我说的已经很简单了 就这么讲 如果再听不懂 把全是包灯牌 给我卸下来 去黄尘那 来发一个 我先给你们实战一下 我先不拉 我先让你们来 我先给你们做一个 这个叫撇拉 这个叫勾拉 来你先把这卷 大家觉得 应该撇着拉的扣1 觉得应该勾着拉的扣2 没点关注的 你该干啥 你自己说 对 你看 大家还是扣1的多 扣2的 再好好听一听 扣1的比较多 对 说明什么 你们还是听懂了 但是这老多扣1的 扣2的 还有好多没点关注的 我都盯着你们的 来再发一个 发一个勾手 发一个勾手 他现在发了一个勾手的长球 撇拉的 觉得是撇拉的扣1 觉得是勾着拉的扣2 这发是勾手啊 不是高阶技术 这个你跟高不高阶没关系 你明白了这个旋转 你就能 你就能抵消旋转 你看还是扣2的多一点 说明你们还是大多数人 都是听懂了 这个跟高不高阶没关系 你们平时不 你们平时的训练对手 不发侧拳吗 不发勾手逆撤吗 对吧 虽然说他没有我们发的低 没有我们发的短 但是他也发 你明白了这个原理 你在接的时候 你就不会去吃旋转了 能明白吧 就跟高不高阶 你什么水平没关系 除非说你说 我是现在刚起门 我练灰盘的 那你停这个是没啥用 但你对你以后有用 但是你 但凡你有比赛 对方只要是有发侧拳的 你就按照这种方式去接 你就没有问题的 来你发 测拳 包括长球 这么接都是没问题的 你发测拳 长的 你看 你看 我觉得这就是什么 点拉吧 就稍微带一点 也别让你那么夸张 就正常往前的时候 手腕打开一点 有点小歪往外转 这样我就不会持旋转 因为它旋转是顺过去的 你这么发过来的 我这么旋转 再给你拉过去 这就不会持旋转 那我要反复 同侧拉呢 就不是这样了 它旋转稍微发强一点 我就会撑 这旋转就很直 你看啊 我这么 我正常按照正确的方式拉 你看 我把旋转 你看 我拉高 你看 我能控制高 再发 我再拉低一点 快拉 你看 这弧线什么 我顺着旋转 我就可以 哎 起来点 哎 下来点 我就可以控制它 但是 我同侧拉就不可以 扫着拉半边了 你看 我这么同侧拉就不可以 你看 你们听见了 呲的一声了吗 听见了吗 你们有听见呲的一声 胶皮出现了呲的一声 对吧 这叫什么 旋转的对冲 打滑了 呲 他打滑了 我就没法控制 他就不在我手上吃着的 他是属于他俩一对冲以后 球自己飞出去的 不是我拉出去的 能懂吗 所以说 我就没有数啊